今天是一期 普通男生亚根无法借鉴的拉风穿搭 全是这期穿搭的 是冰雪窑里身高超过一米九的高伟光 他在这部剧里的民国装扮 不仅需要修长的身形 还需要良好的体态和初挑的气质才能驾驭 与斯腾同属一个造型团队的冰雪窑 为高伟光准备的戏服 延续了李牧哥导演一贯的视觉审美 服装造型不单气和故事的背景 还凸显了金工制作的质感 戏服的样式和配色 还与周围的布景形成统一的视觉 无论观众怎么截图 每一帧画面都能洗底你的眼睛 高伟光民国时期的男装 不仅限于传统服饰 20世纪初流行的前卫洋装 也在高伟光的衣橱里有所展现 并且为了凸显戏剧的张力 契合角色是吸血鬼的设定 部分戏服还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元素 品类的丰富程度 丝毫不输现代的男装 今天就来欣赏一下 冰雪窑里高伟光那些特别拉风的装扮 首先来看看她的洋装 整部冰雪窑里高伟光的戏服 持有这套全白色的服装 从里到外 没有一件单体式传统的服装 从藩领的衬衣到修身的马甲 再到登星戎质地的藩领大衣 都是西洋服装的款式 民国初期 西洋服饰传入国内以后 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流行 尤其是上流追赶潮流的精英男士们 那时候的男士洋装 并不会有很多创意的设计 但仅靠考究的剪裁和优质的面料 就能呈现绅士优雅的发 高伟光的这套服装 也是简洁的款式 但樱花领带和怀表链条的加入 也让这套服装变得摩登起来 除了这套西服 高伟光其他的造型 都会搭配一件长衫出镜 作为民国时期 男士最常穿到的服装 长衫有男士旗袍的美誉 一般都是利领的款式 大多采用左右开居 衣摆的长度会盖过膝盖 但不会超过脚踝 衣身单侧或双侧会有开场 以方便着装者大步行走 与女士旗袍流行到大袖不同 男士的长衫都会采用窄袖的设计 新末至民国初期 这种长衫还是身份的代表 上层的贵族 或者有学识的文化人 才会穿着长衫 并观以先生的尊称 而下层贫穷的劳动人民 为了更方便日常的劳作 大多会穿着不过膝的麻布短衫 冰雪摇里高伟光的长衫 一般会搭配斗篷或者大衣出镜 他这件黑色的长衫 就组合了一件非常富有创意的斗篷 红白壮色的设计 使得着装的视觉更加分明 斗篷利落的剪裁 还把演员的身材优势 全部凸显了出来 让高伟光饰演的角色 更为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眼帘 搭配斗篷出镜的 还有这件白色的长衫 因为冰雪摇的故事 设定在大雪纷飞的冬季 高伟光的斗篷 大多采用厚实的毛泥面料制作 衣领还相有蓬松油光的动物毛绒 它这件设有插袖的V0斗篷 和这件圆灵款式的披肩斗篷 都是这样的面料组合 为了不让深色的斗篷 显得太过于沉闷 斗篷上还坠有精致的刺绣 绿宝石的别针 也被加入到斗篷的搭配中 同一件白色的长衫 在其他剧情里 还搭配了一件大衣出镜 大帆灵款式的大衣 也采用了撞色的设计 使得着装的视觉更有层次感 与那些拉风的斗篷一样 这件大衣的剪裁线条 也无比的干净利益 充分凸显了演员的身高优势 搭配大衣出镜的 还有这件银灰色的长衫 长衫的款式 与刚刚提到的那些长衫 并没有太多款式的差异 但大衣的设计会更摩登一些 深蓝色的吉怀大衣 因为在衣领边缘 加了一圈白色的滚边 而使得服装的外在轮廓更加清晰 加上大衣 用垂坠感极佳的丝绒布料制作 让身着这套服装的高伟光 会显得更鲜瘦和修长一些 民国时期男士流行的费多拉帽 还有象征身份地位的文明手帐 也在这套造型里有所展现 佩戴着胸针 梳着大背头的高伟光 把上位者高不可攀的范拉满 而这件衣襟 加了红布滚边的长衫 也是搭配斗篷输镜的 这件斗篷 与刚刚提到的黑色斗篷 非常的相似 斗篷用到的装饰元素 也是刺绣和动物的毛笼 但因为它采用了紫红的配色 当高伟光置身雪地的时候 这一抹红色 其一凸显角色 是吸血鬼的设定 高伟光对筋款式的长衫 这件红色的拥有最高的出镜率 与斜金长衫展现的儒雅气质不同 面料硬挺的对筋长衫 可以让高伟光拥有更鼻挺的身形 当这件对筋长衫 套着一件利落的大衣出镜时 着装者显露了无比强大的气场 居家戏份里 高伟光的长衫 会采用更为宽松的剪裁 它这件最有水墨图纹的国风长衫 不但衣身的剪裁特别宽松 两边的袖子 也没有采用窄袖的设计 如果不是演员的身形足够魁梧 一般人都会被这样的长衫淹没掉 加了黑色滚边的衣巾 采用了方巾的样式 除了可以让演员温润的气质不失灵力感 还能让衣身上的水墨图纹 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如果你也拥有高伟光这般超模的身材 你会喜欢上民国时期的男装吗 请大家吵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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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